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评价 世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新闻评述 当头我是凯铭 四鱼哥叫我是颜颜 如果你想收听榴莲台的话 你可以先去到我们的面子书专页 然后点击听榴莲台 那么就能够通过面子书收听榴莲台 因为或者是你想通过手机的话 也可以去到Google Play下载东门传媒 那么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 这个收听榴莲台 今天是11月30日2015年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在美国 美国呢星期五的时候是黑色星期五 什么是黑色星期五呢 基本上就是各大百货和商店都会大减价的日子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双11阶的这个促销活动 都可以看到是非常疯狂的这个消费行为 那么在美国呢 这个一直以来的黑色星期五 也算是一个让很多当地人疯狂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促销活动 所以在这个抢货 或者说这个商场一开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冲到商场里面去就是增强卖东西 所以在这个买的当儿呢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强货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商场呢 就有两名男子 因为要可能是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说起了什么冲突 结果就两个人互相殴打对方 结果整个行程就 整个过程都被手机派了下来 因为什么问题打了对方 是因为抢货吗 还是彼此身体接触打了对方呢 这也是没有详细的说了 但是应该就是主要就是这种抢货的情况 把他造成的 双十一他都是电子购物 幸好没有挨在身体和身体挨在一起 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也许或许没有发生这种打架的情况 但是也有把男人的生殖器给做断的情况 抢货真是很危险啊 注意大家的身体安全 但是黑色星期一呢 不是黑色星期五呢 就是圣诞节前一周的感恩节的第一天的 这样的一个促销活动和销售行为 在西方来说了 我记得大家为什么要抢呢 因为在淘宝上有一款产品 它是一个汽车吧 还挺著名的一个品牌的汽车 售价出价才十三块元人民币 然后如果谁在十二点以后第一个强盗 那么他就会有他就会以十三块钱人民币 把这个汽车买下来 这是抢货的一个原因了 呃 但是也许我们不太清楚啊 这个星期五的人为什么会彼此打起来 也许是因为要抢同一款货品 这个货品的价值比较低 从而又打起来了 嗯 这是黑色星期五啊 那其实今天呢是网络星期一 黑色星期五可能就是这种商品 促销是在这个大卖场或者说白货公司里面促销 然后今天网络星期一呢 就有点像双市一街这样 是网络上的这个促销活动 所以呃也是一个就商机无限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他们的预计是能够达到七百亿美元的这个销售量 呃销售格 所以可能可以赚就是在这个整个促销活动可以赚那么多钱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促销可以想象 为什么这些人会打起来 主要就是因为真的是有一些很夸张的促销 像你刚才说的一辆车才14美元13块人民币 所以打起来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这个几十千的这个车子在你面前被抢走 你可能就会受不了了 当然当然这里是抢车嘛 那另外一边在巴西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黑色星期五的 呃一个促销活动 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有人把直升机偷走了 而且这个偷直升机的人是扮成了一个圣诞老人的一个小偷 而他们是怎么偷走呢 他们就是通过呃 这个商场要租借一个飞机服务 然后这个飞机这个直升机主要是一个惊喜桥段 呃是用来表演的 但是呢在这个表演还没开始的时候 这个机师呢就被这个呃小偷就逼迫他开到一个空旷的小农场 然后五花大榜 把他丢了呢就把这个直升机给夹走了 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偷飞机的事件呢 因为在圣诞前圣诞节前后很多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的 也许圣诞老人真的就出来了 把这个飞机变在自己的这个充满小礼物的包包里了 圣诞节前夜的时候他会到哪一家的呃应该烟囱里面 下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汽车送给一个小小女孩了 也说不准 所以这一次是有人许愿想要一个直升机的原因吗 所以这年头当圣诞老人不简单 是 那这是在圣诞节的前夕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另外是在也是呃很让 其实在法国这里大家都非常的严厉看待 就是这个气候峰会即将在巴黎举行 那么在经过恐怖分子的袭击之后 巴黎对于呃这个恐袭或者说反恐这方面的 一直都是非常的严密的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峰会之前呢 法国就软禁了很多的激进分子 就可能在消息之处一些呃在法国游动的激进分子 都是在这个峰会之前被政府通过一些呃权力 上面去呃就可能去把他们软禁在自己家里 总共软禁的人数总共24人是华裔 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确定还是激进分子 反正就是说他们软禁的是激进分子 是他们一般都有一个黑名单的 哪些人是比较激进一点啊 他都会按照黑名单来逮捕这些人的呃 这是气候气候峰会之前那么周一的时候 今天就是正式巴黎的气候峰会开始了 各国国家的领导人呢都会来到巴黎 那么巴黎也要做好全面的一个准备来迎接各国的领导人 包括首先包括他的安全问题 呃但是现在巴黎正在部分的管制 呃社会管制 他不允许一些呃人士站在街头上去游行去抗议 因为这是特殊时间 但是有一部分的环保人士 他们想借巴黎峰会气候峰会的这个期间段 想向上街去游行示威 手牵着手 所以有一些人就组织了三百多人还是三千多人啊 呃这么一个大小的团队在巴黎的街头 手牵着手来对抗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气候的一个变化问题 除了巴黎的民众之外 还有其他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民众 你包括日本 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大利亚 呃等等国家都举行了相适应的一些活动 也包括菲律宾 呃其实倒是也挺奇怪的啊 就是今天举的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同盟国 呃也也挺奇怪的这件事情 嗯不过这一次的这个联合气候峰会就算是很多人关注的 而其中比较让人就是在意的就是在中国美国印度的这三个国家 对于这个减排的这个议案呢算是比较关键的 毕竟他们这三个是呃是比较大的这个排 这个废气排放量的国家 那美国方面就觉得之前的这个1997年定的这个协议是呃 发展中国家跟先进国的这个差别 先进国必须为这个排放 这个气体排放量的这个数量负责更多的责任 那么发展中国家能够可能就是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减少 那么他对于说这样子的做法已经是过时了 这样对于这些呃发发已经发达国家呢是不公平的 他们已经呃必须是由这个印度和中国 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并且双方都还是这个发展中国家 所以他们其实在于排放这方面 就排废气这方面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呃控制的 但是印度呢就基本上是拒绝了 因为在他们的理由是在40%的印度的国民呢 是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呃电力的这个资源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减排了 因为已经还没有解决内部的问题 那么你要减排化 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个电力的问题呢 嗯曾经习近平他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 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演讲 这个演讲当中他就提到了 既没错的话应该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五个方略 呃之中有方略包括创新 也包括绿色能源 也包括工业的新时代新时期的工业发展等等 呃但谈到绿色能源与创新这一个板块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呃这句话是说呃中国是三亿人口 如果是按到西方国家 他们在发展中国家达到发达国家 这个过程当中所消耗的能源的量来说 那么中国是三亿人口 将会在很短的时间把这些能源 全世界的能源给消耗掉 所以呢 他说他认为中国不能够走 像西方国家在能源战略方面走的那条路 必须要与绿色能源和可持续能源来代替目前的有限能源的一个发展 这是他提供的一个提供的一个设想吧 呃但是最近确确实是有些苗头啊 你包括在广州 广州的东晚这个地方 呃广州的东晚呢 最近他的厂逐渐的频频的倒闭 尤其是制造电子电子手机这些方面的厂商 为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时代或生产链的一个转变 大家现在逐渐就是从过去的传统的这种工业模式 转变成具有创新型的企业名模式的一个转变 所以必定会有一些老传统的制造商会倒闭 有一些新兴的创造业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生存下来的这些企业 逐渐的蓬勃发展 这也是呃发展到一个阶段必须要转型的一个创商嘛 嗯 毕竟中国也许中国在这方面或者说中国内部经常出现一些呃大规模的污染问题 可以让呃他们的领导或中国领导的人方面 就是对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决心 所以有这样的决定 当然是好事毕竟这个温室效应或者是这个气候的暖化呢 都是呃全球的人都非常害怕的 而且都是要大家一起合作去对抗的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大家都必须合作去对抗的那个就是IS的问题 但是在打击IS的方面呢 世界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一起 大家一起合作去对抗这个IS的恐怖主义是有点难哦 毕竟呃单单现在看的是俄罗斯跟土耳其在发生的这个呃对抗或者说发生的冲突 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事情了 呃对于土耳其将这个俄罗斯的战绩打架 俄罗斯是对近是采取了一些几系列的这个报复措施 或者说一个制裁的措施 呃比如说就是呃禁止这个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这个签证 还有就是要呃对于对于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 就是把很多的这些小售品或是厂商跟呃一些劳工在俄罗斯在土耳其的人在俄罗斯做工的这些劳工呢 全都就是可能禁止并用之类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就土耳其方面可能要再考虑一下这个情况怎么处理了 是旅游这方面呢也被禁止了 现在普京下了总统令了 说面对土耳其的这一次把俄罗斯在俄罗斯的战绩打下来的这个事件呢 发发动总统令了 那么普京也气坏了这事 呃他呃先后也 刚才我们给他给你们介绍的有一些对于土耳其的制裁 这些制裁也确实很大 你从通过商品的流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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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人员的交流都被禁止了你也包括在旅游方面在能源方面都被禁止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土耳其的总理呃他也是很着急的艾尔多安呃那么现在艾尔多安的谈话也放软了他说我真的为此事件感到难过 我们希望它从未发生过 但事情就是发生了 我期盼这类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同时呢 他还希望和俄罗斯 他说我们希望和俄罗斯间的这个问题 不会进一步扩大 在未来带来伤害 并导致可怕的后果 那么他也希望在巴黎气候峰会的时候 顺便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可以会谈 找到恢复双方关系的一个机会 所以看到土耳其的总理阿尔多安 已经低下头了向俄罗斯 看来这件事情呢 俄罗斯捧的还是挺硬的 但是究竟怎样去解决呢 其实最近关于土耳其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有一些消息 最近在中国的半私人半官 官方的一个媒体凤凰卫视就有一期节目 那期节目呢 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采访了叙利亚的总统巴萨德 那么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巴萨德说了些什么 他直指土耳其 他说土耳其是支持伊斯兰国IS的主要国家 同时能源运输以及资金运转给IS的全都是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境内 那么他说不仅仅有土耳其还有约旦还有沙迪阿拉伯这些国家都对 北约国家都对都经过土耳其境内的这种资金的流通石油的贯通 来支持IS的这些活动 这个言论一出来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土耳其把俄罗斯的军机架炸了 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的军机越过了土耳其的边境 也许还有其他的目的 你包括土耳其跟IS的之间的关系和联系问题 那么如果说土耳其跟IS有联系的话 那么土耳其又跟美国联系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他全都连在一起呢 美国其实暗地里也在支持IS吗 当然这是一个阴谋论啦 是的确有人有这样子的言论说过 我觉得没有可能是在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撑的这个背后的阴影 但是总的来说土耳其还是发生很多事 包括了在他们是囚禁逮捕的两名记者 这两名记者呢也是因为报道了刚刚的类似的消息 不过这个报道是主要是报道 发现土耳其的一些安全部队呢 是就直接提就提供了这个对抗叙利亚总统巴萨的政权的 这个阿萨德的叛军一些武器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报道呢 土耳其官方或者说土耳其的政府呢 是把这两个记者囚禁起来了 那么这囚禁的这个做法呢 就使得有很多当地的记者就去到这个 当地的政府机构去抗议 大概有一几千人在这个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报社外面 视为抗议 说这个是土耳其在 就是对抗言论自由 或说对抗新闻自由 是打压新闻的一个做法 所以对这样的事情也许就刚刚说了 就是毕竟现在还蛮多一些证据在指出 土耳其对于这一次叙利亚内战呢 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是让很多人怀疑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在里面 似乎现在你看西方媒体包括德国的媒体都对爱尔多安都给都对土耳其和艾斯的关系做了一下报道 那么西方国家你包括欧洲国家 他是北约成员国之一 包括德国本身 他是北约成员国之一 那么北约成员国之一 那么土耳其也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 当他打下俄罗斯战机的时候 他直接向北约成员国汇报了这件事情 而后才向美国总统汇报了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会怀疑是不是北约其他欧洲的成员国 想和土耳其分开 你是你我是我 我们不想参悟到这场事件当中 毕竟你和俄罗斯之间的事情是你和俄罗斯之间的事情 跟北约没有什么关系 毕竟你和爱尔斯的问题是你们之间的问题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究竟跟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有没有关系 还是以够以问 曾经普京在召开了维也纳的双边会议 包括解决序量问题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跟爱尔斯有关系的 资助爱尔斯这个团体的国家 多达四十多个 那土耳其只是一个 其他国家约旦是一个 那其他国家呢 他说是有关系的 感谢观看